1. 經過討論之後,我們發現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就是沒有辦法在工作和玩樂之間的工作 常常在工作的時候,又有一邊想著等一下要去玩什麼 或者是被身邊的手機給影響,想要滑兩下 但是這樣子的話,不但延長了工作的時間,玩樂的時間也減少 然後在玩樂的時候,你們又想著哪些工作還沒有做完 所以也影響了玩樂的工作 所以,最後我們決定把主題定在如何在工作和玩樂之間去的地方上 我們學校有一個活動是夜途三點 是從下午六點到晚上九點三個小時的自習 可是常常有很多人,就是讀書期間就會把手機拿出來玩 所以我們擬定了一個計畫,就是請愛情邦邦包觀我們的手機 可是因為這個應該還需要再透過跟學校的升級與共同 所以我們還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另外擬定了實際的方案 就是我們先列出個人的行程表,就是每天你要讀的什麼東西之類 然後我們之後完成後,各小組互相隊員打電話互相去確認你有沒有是否如實的完成 我們這組透過,我們這組分享的方式是透過PPT的口頭報告 然後當時有邀請一些校面的市長主任以及一二二班導 然後我們分享是從本班開始推廣 然後再由一二二,然後再推廣到更多的地方 謝謝大家